原标题 1896年李鸿章访问德国 终于见识到了 什么是工业强国文季末的红酒德国 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崛起的世界一流工业强国 在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 1896年李鸿章访问德国 1996年李鸿章出国访问最重要的一战就是德国 德国是他此行的重要目的地 在德国 李鸿章见识到了德国的强大 德国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鸿章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工业强国 德国给他留下的震撼 让他久久不能平复 那么当时的德国是个什么样子 为何会让见多识广的李鸿章惊叹不已 1896年的德国是世界第三大工业强国 工业产值占到了世界总产值的15%以上 尽管德国的工业产值和经济总量略逊于英国 但德国的发展势头强劲 而且在很多领域已经超过了英国 取代英国只是时间问题 当时德国的钢铁产量超过400万吨 占到了世界的四分之一以上 德国的化学 电器等领域在世界范围内独领风骚 1896年 英国人惊奇地发现 他们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产自德国 就连周末歌剧院里上演的歌剧也是德国人创作的 演员无一例外是德国人 1896年的德国 城市化率超过了50% 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的产值 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0%以上 德国拥有漂亮的城市 整洁的街道 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四通八达的路网 当时德国的交通非常发达 特别是铁路网遍布全国 铁路累成接近5万公里 位居欧洲第一 此外 德国还拥有完善的金融和社会保障体系 它们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德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当时 德国人的生活质量远远高于日本 人均纪地匹是日本的数倍 1896年的德国 早已实现了免费基务出等教育 德国出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00% 文盲率不到1% 这一年 德国维尔斯堡大学物理学教 寿伦勤宣布他发现了X射线 并获得了诺贝尔首次物理学奖 当时访问德国的李鸿章 成为第一个派X光片的中国人 当李鸿章在一张胶片上 看到了自己左拳股内的弹头先毫臂现 连连称奇 称之为赵古术 可以说 当时的德国科技 已经发展到了让人惊叹的程度 1896年的德国 拥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 连英国人和法国人都非常忌惮 德国的陆军装备精良 训练有素 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陆军力量 尽管海军逊色陆军不少 但海军异点不弱 是仅次于英法的世界第三大海军力量 而且发展势头迅猛 此外 德国还拥有发达的军事工业和强大的战争潜力 为了对付德国严重的军事威胁 英法被迫走向联手 李鸿章在参观了德国军队后曾感慨 如果我有十个赢这样的军队 甲午战争就不会败给日本 当时德国太强大了 这是李鸿章心目德国的主要原因 也是李鸿章失落的主要原因 参考资料 大清国特使李鸿章出访欧洲纪史 李鸿章晚年进行的环球访问 李鸿章传 德意志帝国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李鸿章连词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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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